心境上最大的改变是 其实紧张大过于一切 因为真的是我是一个慢热的人 我很怕跟朋友或者工作人员相处不好 那这一次来我就比较了解大家 所以我觉得我会更轻松一点 音乐淘尘火花的不能确定 所以我很留意 你小里的讯息 教训 非常明显的一点就是说 我在内地的电台的时候呢 他有给我一些稿子 比如说要跟我ray的东西 但是呢我在台湾就没有 但其实我觉得在台湾这样反而更好是 我很怕就是 如果他给我一个东西那样子一个框框 我反而有一点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去发挥 爱我不停在你 越暧昧越美丽 我享受美地图的连行 我觉得主持人他真的很过分 没有啦因为因为我真的觉得台语也OK 可能是有一些比较好讲啦 但是那个高雄这两个字是要怎么发音 叫 叫 叫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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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像这次我来台湾宣传的时候 我也有现场演唱 我很开心 这一次是在台中的那个 回想艺文展演空间 有点小紧张 第一次在我们的台湾 呼吸 才会值得能够有很多开心 有更多回忆 也更值得珍惜 那也是跟独立的摇滚乐团牛奶罐一起合作 这个是我非常觉得很刺激的事情 因为那个是真的现场 它是没有放卡拉 它就是一个现场的伴奏 包括你到时候 你演出的时候 你的话麦的声音 或者是你的音乐的声音 之类的都要协调到很好 所以那个对我来说 对我这种心愿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如果有机会当成小巨蛋 你也太 对啊 就是 对啊 小巨蛋谁不想去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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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去 我愿意 你不想去